大家好,又是我Donald 不知道各位網友去泰國餐廳吃飯 第一時間會想起什麼小吃呢? 那我自己就一定是這個泰式豬頸肉 它香口得來,又有些酸又有些辣,十分好吃 那今天我不如就跟大家分享這個泰式豬頸肉 我們先看看什麼材料 醬汁方面,我們就要這些材料 我們先看看做法 我們在肉檔買豬頸肉回來,首先洗乾淨 用廚房紙印乾 再用鬆肉錘,再把它拍打 如果各位網友沒有鬆肉錘,可以用叉去代替 我們拍打它的目的就是令到一陣我們醃肉的時間更加容易入味 所以肉的兩邊,我們都要把它拍打 拍好了一塊肉,我們就要開始醃它了 首先我們把香茅,頭尾不要,再把它切粒 切好的香茅,我們就可以放進一個深的盤裡 備用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芫茜頭和蔥白用刀背把它拍扁 然後放進盤裡 然後我們就可以加白胡椒粉一茶匙 料理酒,我們要兩湯匙 醬油,我們也要兩湯匙 魚露,也是兩湯匙 薑,我們用刀背拍扁,我們要幾片就夠了 蠔油,我們要一湯匙 蜜糖,我們一湯匙就夠了 如果各位網友喜歡吃甜一點的,可以再加多一點 蒜頭四粒,我們把它磨成肉 所有醬汁的配料,我們都搞定 就可以把兩塊豬頸肉放進去,把它拌均 醃它最少4-6個小時 如果可以醃過夜,味道就更加好 在醃肉的同時,我們就可以做醬汁了 將一粒的乾蔥去皮,再把它切碎 將切好的乾蔥碎,我們就可以放在一邊備用 到檸檬葉,我們首先把中間的條款撕走它,洗乾淨 再把它捲起來,再把它切絲 切好之後,我們就可以放在一邊備用 蒜頭,我們把它磨成熔就可以了 攪拌好配料,我們就可以拿一個盒子出來 加入魚露,兩湯匙 甜的醬油,我們要一湯匙 蜜糖,我們也是要一湯匙 辣椒粉,我們要一湯匙 如果各位網友喜歡吃辣,可以多切兩粒辣椒 加上我們剛才磨好的蒜蓉 乾蔥碎 還有檸檬葉絲 先把它拌一拌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芫荽和蔥切粒 蔥白的部分和芫荽頭,我們就拿去醃肉 剩下上面的,我們就可以拿來做醬汁 切好之後,我們就可以加入醬汁 最後加上青檸汁,我們拌勻 這個醬汁就大功告成了 豬頸肉,我們都醃了六個小時,就可以拿出來煮 我們先把醬汁煮熱,先把醬汁放進去 看到醬汁都開始出煙了,我們就可以把豬頸肉放進去 我們會用中大火,大概每邊煎5分鐘 在煎豬頸肉的時間,我們都可以不定時把豬頸肉反轉 一來,豬頸肉沒有那麼容易焦 二來,可以令豬頸肉的色澤煎起來更加均勻 豬頸肉都煎熟了,就可以把它拿起 用廚房紙放在砧板上面 再把豬頸肉放上去 再把它慢慢斜切一塊塊 把豬頸肉放在木盤上 把豬頸肉放在木盤上 這個泰式豬頸肉就完成了 再配上我們剛才做好的醬汁一起吃 真棒 你也可以趁這個假期,可以做一個給自己試一下 我們還有很多精彩的食譜分享 你快點按上面的連結看看 就到這裡,多謝收看 大家記得按讚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下一個小鈴鐺,就會第一時間收到我們新片的通知 看一下大家 你們會否iba 好好看